《法国历史与生活》杂志在2018年5月号的杂志中,并载了一篇描写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与俄国进行的军事技术合作的文章。 文中提到,在1960年双方的合作,突然被终止之时,一些俄国专家展现出了超越国界的友谊,西方作者一般都统称俄国。 这种说法侧重于历史叙述,而非等同于今天的俄罗斯。 当年的外国专家,文章中提到,当时不少俄国导弹专家来到中国,帮助中方研发第一代弹道导弹,一开始其提供的样品是偶而一式。 这种导弹技术相对原始,基本可以算作是对40年代德国战利品的一种复制。 而后来,其开始提供更多更新的导弹技术。 大批导弹专家已开始搭乘列车来到中国传授技术。 指导工作,从弹头装药,制导,发动机,燃料,整体设计,材料,甚至到导弹零件生产工艺,都有相关专家。 可以认为,当时的俄国专家,的确是涵盖了很广的方面,在工作之中,俄国专家与中国技术人员,写下了深厚的友谊。 他们无法忘却的事情很多,中方人员也以近日工作的拼近,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希望,也连想到自己曾经的岁月。 中国人对自己事业的热爱,对祖国强大的理想让他们感动。 俄国早期导弹技术是对德国战利品的仿制,虽然国家不同,但中方却把这些外国专家当成了自家人。 一些老专家无法忘记,中国春节那段热腾腾的水饺,中国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,用中国方式,向他表示到最热烈的祝贺。 他病倒的时候受到了都无微不知的照料,他认为,这样的友情不是刻意为之,而是发色内心的。 很多专家甚至表示,自己在中国,感觉比在俄国还要温暖,还要开心。 东风导弹,但1960年,所有项目却被突然终止了,哪怕合同还没有到期,项目还没有点设完毕,全部俄国专家被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国。 很多俄国专家想不通,这究竟是怎么了? 很多人想上级请求,趁不能言而无信,一定要履行完对中国的协议再走。 但他们的所有要求都被驳回了,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,中国人没有对他们乐与相加,而是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。 一名中国朋友对我说,他知道不是我的责任,我是一个好人,他向我很郑重地说了声谢谢,然后还给我送了礼物,约定以后一定要通信。 曾经的导弹老专家歌声和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,很多人都痛哭了起来,我或许再也没有哭得那么伤心。 东风一导弹,而一些专家则决定最后帮助中方一把日记报的文章提到,导弹燃料工程专家伯格班诺夫把一个写满了数据和资料的笔记本,悄悄地给了中方人员。 他说这是自己连夜腾超,希望能帮上最后的忙。 他对他的中国学生说,你们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,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,原谅我的离去,祝你们成功。 第二天,他踏上了回国的列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